这个黄金造假在国内发生过离奇的案件 那就是河南 案件呢极其离奇和复杂 我也就不给这个再叙述 谁如果感兴趣 可能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得到 就是按黄金做假嘛 把这个镜条做成假的 给银行折腾来折腾去的 反正就掏出钱来了 就是这样的事 那这样的事如果在国内干 那这个能不能 所谓是出去干呢 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 就是以前是这个反西化 现在他有人他不是反东化吗 大概就是反的这些个东西 那么澳大利亚呢 给卖进来100吨 涉嫌100吨呢 假金条 他说的是掺杂了 掺杂不就是个假的嘛 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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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达100多吨 是吧 金条 这个是谁报道的呢 这个是谁报道的呢 澎湃啊 好像澎湃啊 环球都报了 这是顶级的啊 顶级的媒体 那么这个 北京青年报呢 也报道了 那就是啊 这个是 啊 昨天的啊 上交所呢 回应了啊 说你 谁大 他们是吧 我个人感觉上交所比较大 所以说呢 上交所也许说的就是真实的吧 澳助币厂 澳助币厂 是个谁开的 有没有一个分布啊 说一个白人开的 会不会有一个 有个项目啊 是吧 专门对中国出口金条的 是吧 可以作假呀 我们澳闭厂 我们几百年 我们的信誉很高 我怎么可以作假 但是这里面禁不住 被动画呀 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中国事业部 专门有针对 向中国出口的金条 哈哈哈哈 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有一天 我们这里要如果允许 随便拍电影 好莱坞算老几呀 是吧 秒杀好莱坞 我们这里精彩故事太多了 震撼不震撼你 澳大利亚 到底谁爱国 上交所之下看起来有点不爱国呀 说澳大利亚来卖你假金条 你说 你就顺势就说 对 就是卖我们假金条 让他们赔我们钱 怎么突然表现的不爱国了呢 现在 哎 费解 小粉红嘛 看看怎么说 这件事 我觉得小粉红的都沉默 神仙打架 小粉红的这些手指啊什么的 在这里先 先看 他轮不到他们 那么 那么 感谢观看